明英宗时期 塞外瓦剌势力逐渐崛起 并多次侵犯明朝北方边境 正统14年7月 瓦剌太师也先率四路大军南下入其明朝土地 兵封直指重镇大同 为抵御外敌同时提振皇帝权威 明英宗朱祁镇率20万大军冒险亲征 不料事与愿违 明军主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队击溃 二十万大军毁于一旦 就连皇帝朱祁镇也惨遭俘虏 成了阶下囚 皇帝被俘国之大辱 大明王朝遭遇开过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瓦剌则趁明军主力溃散 惊师空虚 率大军南下 企图攻占明朝国都北京图谋中原 瓦剌大军压境 京城人心惶惶 不少官身百姓纷纷难逃 朝中文武主张南迁 避敌锋芒的也大有人在 而以于谦为首的一众大臣 却坚决反对南迁的提议 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 若轻易放弃北京 不但国家北部不保 而且天下失望 对国家权威也是重大打击 明朝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 升任兵部尚书主持京城军事 而他面临的头等大事 自然是加强战备 粉碎瓦剌大军的进攻 面对着大厦将军 风雨欲来之危局 于谦又将作何部署 大明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 瓦剌太师也先率领 步骑十三万领军南下 面对瓦剌的来势汹汹 八月二十四日 于谦请封镇守宣抚的杨红 为昌平婆镇守宣抚 杨红为人积便敏捷 善出其倒须 善其设 御敌折身仙突阵 以赶战驻明 是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 所剩为数不多的将材 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瓦剌围困时 朝中曾有人以坐视不救攻击杨红 于谦却对此全然不顾 不听朝中的宁言 反而请求为杨红加官进决 更将宣抚防务全盘地交给杨红布置 为进一步完善宣抚守备 又将通晓北疆军武的罗亨信 提拔为宣抚大同巡抚 又赴都御史 土木之败后 宣抚成为一孤城 危在旦夕 人情凶具 有意气宣抚成者 官吏军民 纷然全出 亨信 仗剑座城下 另约 出城者斩 又是诸将 为朝廷死守 人心实定 也先曾挟持英宗 三次进攻宣抚 并叫杨红 罗亨信二人 开启城门 亨信回答十分坚决 奉命守城 不敢善起 予以拒绝 宣称 大同这两座坐落在 明朝北部的边境城池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 便承担着 拱卫京师的使命 被誉为 北京最后的屏障 而宣抚的防御 又依靠大同 因此 大同的得失 是整场战争的胜负手 在土木之变后的危急局面下 早先负责镇守 大同总兵 刘安不顾军武 善离之首 为保障大同 拱卫京师 于谦力排众议 破格琵拔都督 牵视郭登 为大同总兵 镇守大同 郭登是明朝开国功臣 郭英的后人 骁勇善战 在其精心布置下 短短两月间 大同重镇 重新拥有了数万精兵 城防兼顾 兵甲精粮 三军士气高涨 面目焕然一新 郭登刚刚上任时 大同士族勘战者才数百 马百余匹 经他整逝后 马至万五千 精足数万 大同兵遂为天下罪 不仅保卫了大同 而且使大同成为 对瓦剌战争中 赛上最强大的 军事支撑点 郭登上任后的表现 使明朝廷看到了 于谦选拔人才的能力 自此 朝中的实际掌权人 孝公张太后 将朝中军务大士 全权交托给于谦 在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际 于谦 唯才事举 在五十天左右时间内 突击提拔 平反了六十多名将领 为打赢北京保卫战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指挥班子 8月25日 于谦又派遣重兵 把守居庸 紫荆二官 居庸官与紫荆官 都是有效遏制 瓦剌南下的重要关隘 在完善这两座 拱卫京城的重要关隘后 其他周边的大小关隘 或赛或守 塞则积木石 手则锋利器械 京城外围防御 基本部署妥大 朱祁玉还接受于谦建议 命人到直立、山东、山西、河南 各府县招募民状操练 听调侧应 另一方面 又命钦差大臣 前往宣府、东昌、德州、河间等位 赏赐蒙古族军官和士族 以防他们趁机声势 对北京城自身的防务 于谦更为看重 土木之意 京军精锐 王谍殆尽 新调集的备窝军 运粮军 备操军 以及各地卫索的秦王军 虽补充了三大营缺缘 但各营不相统一 每预调前 号令分更 兵将不相识 如此 京营统帅非将才出任 不能统一 于谦经过周密思索 选中了 深陷废集的大同参将 石亨统帅经营 石亨陕西渭南人 据名史记载说 石亨生有异状 方面委屈 霉然即息 擅其射 能用大刀 每战 折催破 市议员猛将 正统十四年时 石亨首塞外 击败物粮哈众 关进都督同志 然而就在明英宗 亲征瓦剌的前一天 也先率领的一支军队 进攻大同 在阳河口击溃明军 明朝的几位将领阵争 只有石亨率残部 退回大同 土木宝之败后 被锦衣卫逮捕下狱 于谦此时仍看重其才能 不但重新启用 还任命他 充当北京防御战的总指挥 对此 石亨也是尽心尽力 同样被于谦提拔的败军之将 还有山东都指挥同志韩清 他出役后不久 就带着援军奔赴紫金关 此外 国不可一日无主 为杜绝瓦剌 利用被俘的明英宗 要挟明军的现象的发生 8月29日 以于谦为首的文武百官 雍立英宗包帝 朱祁玉为帝 称之明景帝 粉碎了野先携明英宗 作为攻城掠地的阴谋 于谦在完善了京城的防备 拥立了心底后 各路明军的军心开始振奋 同时也有了与瓦剌军决一死战的信心 而此时的瓦剌 也在为下一次南亲摩拳擦掌 双方相遇又会爆发怎样的火花呢 土木惨败后 瓦剌部没有承胜指导京师 而是几次在宣府大同等边镇 勒索财物 然后便带着明英宗返回了塞北老营 使明朝廷得到一个月的喘息时间 使得于谦等人得以在京城附近 加强守备力量 这是瓦剌军作战中的最大失误 但也先真的不想继续发兵难犯 进攻大明国都北京吗 当然并非如此 起初 太师也先和可汗 托托捕花等人兵分三路 进犯大明边疆 就是想捞一票走人 并没有进攻北京的军事安排 活捉正统地 朱祁镇纯属意外之喜 作为瓦剌的太师 做事还得考虑一下 可汗托托捕花等人的感受 在没有协调另两路大军的情况下 改变战略有点不大合适 也先退回塞外老营 恰好可以与他们当面商议合计一策 才可以调动更多的兵力卷土重来 另外 也先还仗着自己手里这张王牌 那就是手中的皇帝 如果说英宗亲征就是被大太监王阵给代沟里的话 那土木宝一战后 就该另一个贴身太监出场了 这个太监就是喜宁 喜宁女真人因通一语 小一行深受英宗宠幸 正统初年被任命为北使 喜宁久居深宫 耳濡目染间通晓了诸多军政大事 在俘获英宗后 这个深受英宗宠幸的宦官喜宁 却第一个叛变 投靠也先 把所知的朝中诸事都毫无保留地交代出来 成为给也先出谋划策的军师 比如携天子以令天下 向各地守军勒索钱财甚至想染指大明江山的搜主意 都是他给出的 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修整与备战后 也先和拖拖不花统帅瓦剌大军 挟持着明英宗开始了对明朝的第二次大举进犯 瓦剌军在太师野先的率领下 兵分两路南下 一路经宣抚进攻军阳关 从京师正面吸引明君 另一路则有野先亲帅 主力三万人 经大同进攻紫金关迂回京师 野先率瓦剌精锐到达大同后 命喜宁带着朱祁镇去大同东门教官 说野先此行是要恭送明朝皇帝回北京 叫城中的守军赶快打开城门 恭迎当朝皇上 据明英宗实录 大同之府霍炫听说 英宗再次被瓦剌军队挟持到城门口 作为民官 理应开城前往拜夜英宗 但又出于大局考虑 又不可轻易开门 于是霍炫从水道秘密出去 见到英宗 他拉住朱祁镇的马江绳 献上美酒肥鹅 朱祁镇这时候 早就不像刚被服侍那样天真了 知道自己就是野先手中的一枚棋子 压根就没有将他送回的诚意 他于是偷偷地跟霍炫说 你回去与郭登说 好好坚守住城池 千万不要轻易打开城门啊 这时野先看见 英宗与霍炫在那会面 可就是不见城门开启 于是亲自出马 走到城下喊话 郭总兵官 听好了 你们的皇帝在这里 赶紧出来将他接回去 否则的话 我们瓦剌与你们大明之间的战争 将会没完没了 野先一喊完话 郭登便正色回道 赖天地宗摄之灵 国有军仪 野先见大同城沿镇一带 无机可乘绕过大同南进 郭登立时将瓦剌进犯情况 持报京师 面对瓦剌大军 绕过大同南下的策略 明军将作何应对呢 在太监洗宁的建议下 瓦剌太师野先决定绕过大同 由紫金关入赛 紫金关位于今天河北宝丁一县 城西北四十五公里处的紫金岭上 因其崖壁翘直 壮如裂平 又称蒲阴行 列为太行八行的第七行 后因山上多紫金树 而改名紫金关 近元以来皆叫紫金关 紫金关地理位置显耀 是京西长城上一处重要关岸 自古以来都是华北平原的重要门户之一 喜宁向野先献祭说 现在紫金关一带手备空虚 不如趁机扣官 假装奉上黄桓京 令手力开关相迎 趁势入关直通京城 明廷一定要向南迁移 燕京就为我们所有了 由于当时紫金关兵力不足 再加上京兵甚少 明军守将便上奏朝廷 请求增派援兵 为加强紫金关手备力量 于谦在接到报告后 先后向紫金关派遣了 三千京军以及数千火器 有了这些生力军的加入 明军在紫金关的军力与火器部署 瞬间提高了不少 野先大军于10月4日到达紫金关下 5日喜宁率领前哨进入紫金关北口 当时的紫金关尚不完备 还有很多能通往关内的小路 土木宝之变后 明军就开始堵塞山口 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明军不可能将可通人马的爱口完全封堵 紫金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落房 虽然紫金关在于谦指挥下加强兵力把守 但是由于可通人马的爱口众多 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太过仓促 所以当野先攻打主关口时 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也因此在野先凌厉的攻势下 明军纷纷溃逃 就是在这一危机关头 早先受到于谦提拔的山东都指挥同志 韩清率领百余骑兵 纵旗直突 与瓦剌大军大战于圣尔湾 并身先士卒手刃了数名敌寇 乱军之中 韩清不慎被流史射中 身受重伤 依然仗剑依然不动 瓦剌士兵畏惧韩清以命相搏的勇气 久久不敢上前 双方自武时战至身时 转战毅力 之后 瓦剌军凭借人数优势 为之数重 想要招降韩清 韩清大骂 我被忠义而苟辱呼 说罢便引刀自吻 之后瓦剌军 数次进攻紫金关爱 但寸土未尽 紫金关守军 在统帅韩清的舍身忘死后 亦被其感染 军心大震 也先眼见无法正面突破紫金关 便找到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 绕到守关明军背后 明军父辈受敌 却因敌兵人数众多逐渐不知 紫金关碎破 关破后 紫金关守军数千人 并未溃逃或投降 明军恶守紫金关城内的关爱 于楼台与瓦剌军展开残酷的巷战 但忠因寡不敌众 全体力战殉国 在紫金关明军顽强的抵抗下 用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随着紫金关的失守 瓦剌军得以长驱直入 乌漏偏逢连夜雨 也先锁步 在紫金关高歌猛进同时 瓦剌进攻明朝的其他路军队 亦收获破风 另一路瓦剌军从古北口进犯 四日瓦剌三万人过洪州堡进攻巨佣关 又转攻白杨口 八日白杨口失守 瓦剌军从白杨口和紫金关两路进逼北京 十一日 也先大军抵达北京城下 列阵西直门外 把朱祁镇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 随着瓦剌骑兵的大军压境 京师也被围绕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 于谦又将作何应对呢 土木宝之战以后 也先认为明军皆不足聚 不故宫打紫金关后 士族疲惫 需要休整 竟然两日急行二百公里 让瓦剌铁骑人困瓦伐 军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禁抵北京当晚 张义门外明军将领 便袭击瓦剌军队 斩杀数百人 并夺回一千多被瓦剌服去的明军 也先见明军阵容整齐准备充分 不敢贸然进攻 太监喜宁再次为也先出谋划策 他说是也先以英宗为诱饵 借一和又于谦等人前往营嫁 趁机勤祸 明军将无手而溃 但是于谦等人并不上当 只派遣了两个官职低位的下级官员 朝见英宗 也先见此情景 心声不悦 便要求两人重新禀告明朝廷 重新派遣上层官员于谦 石亨等人携后礼前来 于谦等人以设计为重 军为轻拒绝出城 8日 于谦等明朝廷重臣 及一手京士之策 得出了此次北京保卫战中 所要运用的战略 那就是主张列军城外迎击敌人 及被城死战破釜沉舟 这种战法 致士兵与死地而后生 可以激励士气 对敌可是誓死抗战之决心 于谦以其雄才大略 在朝廷危机之中 毅然采取这一孤注一掷之战法 将京师22万兵 不列于京师九门之外 总兵官时亨 副总兵范广列阵于得胜门 都督陶锦镇守安定门 广宁博刘安镇守东志门 武进博朱英镇守朝阳门 都督刘聚镇守西志门 副总兵顾兴祖镇守复城门 都指挥李端镇守正阳门 都督刘德鑫镇守崇门门 都指挥汤杰镇守宣武门 诸将接受石亨截制 为进一步振奋军心 于谦本人一批尖职锐 赶赴德胜门 明军军阵布置完毕后 西壁诸城门已是备成死战的决心 在决战前夕的会议上 于谦下令 反守成将士必英勇杀敌 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力斩 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赶伪军令者格杀勿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军战联作法 此后的明代名将 大都曾采用过这一方法 这还不够 于谦又令锦衣卫巡城 见城中假是巨谱出战者力斩 同时要求兵部侍郎吴宁 决战之日九门关闭 凡擅自入城者力斩三军唯有死战 在瓦剌骑兵进逼城下前 四方秦王之师陆续抵径 随着明军各路大师 云及京师 一场恶战也即将上演 使诈不成便强夺 也先见义和计划失败后 便发动军事进攻 战斗开始 瓦剌首先是探性的进攻西智门 被明军守军击退 随后也先见风一转 静直向得胜门扑来 而带队的主将 正是素有铁元帅之称的野心弟弟 平张某那孩 是野心的精锐 于谦早就判断瓦剌军 可能要在德胜门发动进攻 提前部署数千神机营军队 埋伏在德胜门外的民居中 同时派出少量骑兵 洋装失败 从德胜门撤退 也先以为 明军兵力不济 率万余惊奇追击 等瓦剌军逼近 进入明军神机营的包围圈后 随着明军将领一声令下 火箭多如飞黄般的射入敌军 瓦剌军顿时被打蒙 主将平张某那孩 竟当场成为炮下亡魂 一轮又一轮的火器打击 让瓦剌骑兵损失惨重 丢下几千具尸体 兴兴而去 神机营利用火炮 火冲等远程武器 出其不意的进攻沉重的打击了 瓦剌军嚣张的气焰 自此瓦剌军的攻势开始衰竭 逐渐有了退兵的趋势 为阻止瓦剌军全身而退 石亨本来与于谦 一起驻守于德胜门外 但在瓦剌人到达之后 根据形势变化 石亨率部分人马 移施安定门外 战斗打响不久 于谦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 是德胜门 立刻敦促石亨回师参战 石亨得令后 马不停蹄地杀回来 挺任丹马向敌人挤持过去 左右随从紧随其后 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一下子杀敌数十人 石亨堂指石标 手持巨斧 以百万军中取上将手机的勇气 突入敌军阵营的中间 所向披靡 敌人退往城西 石亨所部追到城西 不久又转战到了城南 其后 越战越勇的石标 率领精兵一千多人 把敌军引入张义门外的埋伏之中 再由石亨率领主力夹击 取得胜利 同一时间 瓦剌军也做出军事部署 瓦剌军采取必时积蓄之策 也先等人发现明军主力在德胜门 于是派出大军直扑西直门 明军此前将大批军队派遣至德胜门 导致陷入金 西直门守备空虚的情况 战事到最为紧急的时刻 瓦剌其兵一度杀入西直门内 眼看城门马上要失手之际 早先在德胜门表现骁勇的时候 帅步赶来驻战 瓦剌其兵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才被迫退却 双方暂时性休战 于先则根据明军在战斗中 暴露出的问题重新调整部署 他加强了西直门张艺门的防御力量 另外于谦还在城中各处街巷 增设伏兵加强火器力量 经过短暂休整后 瓦剌又发动新一轮进攻 目标直指张艺门 明将五星等人率不抵敌 此时明军在张艺门前的阵列 是以神冲位于第一排 后排放置弓箭手与近战步兵 最后排的是以报效内观为主的 数百骑兵 明军的阵列还是比较讲究的 神冲第一轮骑射后 弓箭手射出第二轮箭雨 此刻瓦剌的骑兵在经受两轮打击后 阵型已经散乱 同时还要在冲击过程中始终承受 城墙上弓箭与火炮打击 更是战役大减 等瓦剌战役低落之际 再采取骑兵冲锋的方式 彻底击溃瓦剌 战争前期一切都是很顺利 等到最后骑兵冲锋那里 却出现了幺蛾子 那些临时拉来充数的 皇室内宫士人为了抢弓 不听号令就越马而出 致使现场一片混乱 瓦剌军队趁虚而入 以全力杀了个回马乡 乱战中 明军指挥官五星被当场射杀 明军大败 眼看反攻的瓦剌骑兵 就要进入张义门内 在这个紧急关头 城中的居民纷纷主动参战 他们登上高处 用砖石投掷围城之敌 阻碍了瓦剌军的进攻 很快明朝的援军赶到 自知无法取胜的瓦剌军 仓皇逃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双方间的攻守态势 也在无形之中发生了异味 也先围成五天 在正面战场上损兵折将 他心知无法迅速攻克京城 又担心后路 被明军各地的秦王之师切断 不得不在十五日夜间 劫持着明英宗 经紫金官莫尔庄向塞外推去 瓦剌军在撤退的路上 一路烧杀抢掠 掠夺了许多物资和人口 这也激怒了各路明军的怒火 以石亨为首的明军统帅 率部追击 石亨等将到达清风殿之北时 恰巧碰上一股 将要取到紫金官出赛的瓦剌士兵 石亨故意派遣间谍 四处放话欺骗敌人 声称他本人位在阵中 统帅明军追击的另有其人 瓦剌军队信以为真 调过码头反攻 瓦剌此举正中石亨下怀 他马上带领石彪与数十名精锐骑兵 大呼奋机 直冠鲁镇 刀斧骑下 杀敌数百人 瓦剌士族方之中计 无不四散而逃 尽弃所掠财物 战后论功 石亨第一 他被封侯而统领经营 11月8日 瓦剌全军退回赛外 北京城解除戒严 蒙古自退出中原之后 首次大规模对大明王朝首都的进攻 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在北京保卫战中 于谦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是在他的指挥下 明军傲如石亨 妾如孙堂 如如王通 无不斩将千骑 原成血战 追奔主北 所向披靡 正因为其力网狂澜 从而使大明朝转危北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